主席,在場大家好。主席,請交通部業次長。 毛部長,今天是毛部長。 好,不然就直接請毛部長。 毛部長,請。 你好,我想我們今天在討論鐵路安全還有重大建設資金籌措的部分。 首先要請教我們部長,對我們台灣鐵路的到底是要高價或是地下,你有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看法? 基本上我想鐵路跟高價地下當然是個案不同。 好,我記得我剛剛為什麼要請葉市長。 葉市長在答覆陳委員質詢的時候,有告訴我們,我們台南的鐵路是要採地下化。 為什麼我們這個桃園縣的鐵路要… 台中的鐵路是高價? 台中到目前還沒有定案。 台中已經在執行咯。 我看到有很多的報導。 台中已經在執行了。 那台中的部分也在相當大程度的一個反對。 那當然我們今天所要談到的就是一個鐵路安全。 那在前幾天看到我們火車的引擎掉落,幸好沒有過到枕木。 假如過到枕木的話,我想這傷亡慘重。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看到高雄的大地震。 高雄大地震的時候,那造成火車的出軌。 假如是說鐵路高價化,我們要蓋到四層樓那麼高。 過去在日本還有這個板繩的地震,造成火車出軌。 傷亡非常慘重。 那我想我們部長,今天你在位的時候,你可以為我們台灣鐵路建構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機制。 也就是說,我們的鐵路不要因為各地方政府的需求,然後做高價或是地下。 因為假如說我們台灣的鐵路有地下有高價,那我們就看到好像做雲霄飛車一樣。 然後穿了山洞,然後又出來來到這個高價上面。 真的是讓國外人來到台灣真的會恥笑。 尤其桃園縣是我們工商大縣。 也是我們國門之都。 那在我們桃園縣,假如是說,你要設一個鐵路高價的部分。 我想當然要請教部長的部分,就是我們桃園縣鐵路高價的部分, 現在目前的資金要如何來籌措。 請教部長。 基本上也是中央地方共同分攤的。 好,那總經費多少錢? 這是不是可以請市長來說明一下。 好,現階段的規劃設計案是308億。 按照中央地方分攤,然後用地是有地方來負責。 好,那308億只是主線的部分。 並沒有包括沿線的沿林大道的部分。 沒有? 沒有包括沿林大道。 沿林大道是他們的路權範圍外,是地方政府他們希望來搭配做的。 好,那你看看,假如是說,你現在高價300多億, 那當年在沿林大道,我們要去蓋起來以後,那桌邊的沿林大道做不起來。 甚至包括我們桃園縣政府希望就是以七段徵收的方式來做 那七段徵收的方式 我們目前看到有五六百件的人民陳情案 桃園縣政府到底有沒有辦法能力來把這個延寧大道這個部分做好 我們真的是非常值得懷疑 假如說你這個資金的部分三百多億 那當然我想你可能是逐年編列 桃園縣政府也是逐年在做編列 那萬一我們的這個七段徵收做不好的話 你只是做主體的部分 我想這個就是造成一個很大的嚴重缺失的部分 那當然剛剛我們楊麗環委員也是來自於桃園縣 楊麗環委員他都很清楚 希望說我們的捷運趕快做 捷運做了以後會造成周邊的這個房地產增值的部分 但是 市長 其實我們希望每一個鐵路的立體化都能夠創造地方的土地價值 所以我們也希望他們聯合開發能夠創造出他的一個效益 那萬一做不起來呢 我想這個任何建設中央電發共產來努力 那中央的部分已經特別預算也有編列了 你的意思就是用強制壓霸的手段去做這個開發 我想這個結論是會受到人民的一個惡氣 那最重要的我剛剛講就是說 因為鐵路高價化 我們台北市台北縣通通都行地下化 到了我們桃園縣這麼高的一個地方 你竟然用高價化 高價剛剛講我們一直在討論就是安全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噪音震動無法克服的問題 安全 我們假如是未來高價化地震化怎麼辦呢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地震的問題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鐵路立體化它是經過一定的程序 包括地方提出來一個可行性評估選定的一個方案 那當然也牽涉到它的經濟效益跟它的財務計畫 那這部分桃園縣現在一路走過來 高價的建設計畫已經核定 那如果現在還要重新來過 上一次的程序走了16年 那如果現在要重新來方案 這個第一個地方要重新去啟動另外的可行性程序 要花很長的時間 那你請回 請部長 走了16年 這16年當中 到底有沒有給地方了解 都沒有讓地方去了解 都沒有讓地方去做討論 包括甚至工廳會的部分 通通都沒有做 那所以一直讓人家質疑黑箱作業 應該有吧 16年來有做過工廳會嗎 應該有啦 好 你說看什麼時候 是不是哪一位來說明一下 以前跟老百姓的說明 94年 94年的時候有辦過一次 94年在哪裡辦 在桃園縣政府 那98年4月的時候是辦兩次 對 那你當時94年的時候 你有沒有邀請我們鐵路周邊的人到現場 我們現在講到 今天鐵路安全的部分 好 第一個 今天這個環境影響評估 不知道是怎麼做的 我們不清楚 但是 剛剛講到 鐵路萬一高價 假如是有地震發生車禍的狀況之下 部長 你要負什麼責任 完全部長 我跟委員簡單明明 現在所有的這個土木建築 原則上是七級的防震 然後再加上它的安全係數 所以地震這部分是 保證不會發生事故 萬一地震不會發生事故 我們現在是照最新的規範來設計 好 那以後 真的你們 國民黨政府既然要這麼 強制這麼霸道 不聽人民的意見 因為在桃園縣 有這麼多的反對聲浪 剛剛講的 就是說 除了地震以外 另外 因為鐵路本來就是鋼軌 火車也是鋼輪 所以所發生的那個 噪音的影響 雖然桃園縣政府要用 這個嚴厲大道 去把防治噪音的部分 防治不了 這個是絕對防治不了 所以 因此造成兩邊 房地產的跌價 造成兩邊 房地產的 這個跌幅的狀況之下 還有一個就是最重要的 桃園縣的鐵路 因為把 因為鐵路的阻隔 所以分為前站後站 後站的建設這麼落後 假如你還是 仍然要採用高價的話 我剛剛講 除了對房地產的跌價以外 另外對後站的 相對的延似發展的部分 我想真的是非常不一樣 我想立體化以後 就沒有前站後站的問題了嗎 你只是解決了 平交道 但是 我們要知道 我們現在有很多地方 因為有陸橋 因為陸橋的 而經過 所以兩邊的房地產 絕對是跌價 兩邊所受到這麼深野的影響 我想 部長你假如是說 親身去體驗的話 你就很清楚 所以未來也是一樣 對鐵路高價的部分 對桃園縣 我想它的影響 是更加深遠 所以我們期待 我們希望 部長 你在位的時候 能夠真的 把這個 今天的政策 交給桃園縣政府 再重新去做評估 交給桃園縣政府 由桃園人來決定 到底要地下還是高價好不好 可以做到嗎 我想這個問題現在正在處理吧 好 我想早晨 桃園縣國委員也是一樣 跟我們的建議都是一樣 需要 你們 就是部長 你要 把這個 政策的部分 請桃園縣政府 重新做一個評估 包括桃園縣政府的七段徵收的部分 因為 在這整個七萬元徵收的部分 我想大概 這麼多人在反對 那因為 反對有很多的問題 尤其 過去 我在建議 我們 在 台鐵 要結運化 在中原站 有一個中原站 設站的部分 那設站 我想 當時 你們一直要設在中原站 設在中原大協那個地方 我們到底不清楚說 你 到底是要 圖利 財團 要圖利中原大協 因為 在旁邊 在往北宜 在往北宜 大概 一公里的話 正好是 中立 內立 中間 那邊都沒有建築物 為什麼 為什麼不設 那我們就到 真的是 今天很納悶 所以 本席認為說 這個有這麼重 多的一個 內幕的部分 有這麼多 要圖利財團的部分 所以 桃園縣政府 對於整個七段徵收的開發案 我相信 會做不起來 會做不起來 所以你鐵路 仍然質疑要高校化 因為第一個 資金的配合 那當然 你把這個 主體的部分 這個 做好了以後 你兩邊 並沒有辦法 配合的情況之下 我想這個是 未來 對桃園縣的建設 將來是一個 絕對 最大的一個敗筆的部分 報告委員 我想您剛剛提的那個 所謂中原大學戰 事實上 我的了解 就是在做西部設計的時候 具體的站位 其實還可以再來討論 我不曉得 我以前過去當議員的時候 我建議過 你鐵路級 竟然都不答覆 仍然一直維持 高速桃園縣政府 那個 就是中原在 就不能變了 所以我是覺得 非常的納悶 本席是認為這個 黑幕重重 所以 部長 你是不是 可以再發回 我們桃園縣政府 去做一個 詳細評估 詳細的考慮 我想 處於中原大部分 我們再來跟委員請教了好不好 我們不只中原站 我們希望你鐵路地下化 好不好 不然就是 請桃園縣政府 再重新做一個評估 我想我們會 我們現在對這一部分 往下推動的事情 我們是跟桃園縣政府 在密切 密切在聯繫 好不好 我希望你能夠改弦跟章 讓我們桃園縣 能夠一個寬廣的一個發展 因為桃園縣 真的是國門之都 所以拜託 我們部長 真的 為我們桃園縣 來考量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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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好 無稍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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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